你呢 可别动 沙大 别激动 咱们有话好说 马晓伯 我告诉你 我弟弟是在你的地头出的事 这事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你都拿枪要崩了我了 还让我怎么给你交代啊 沙大 除了这个事咱们谁都不行 我还想要我的货呢 桂雅 这个就是我可以给你的交代 你随便弄一个马仔糊弄我 沙老大 他可不是我的马仔 他是警方的马仔 警方的卧底 你弟弟出的事 就是他向警方通风报信 反正人我交给你了 你看着办 马仔糊弄了 你不还知道 我是他 他也包不野 我不得我 我把他交给你 马仔糊弄了 马仔糊弄了 说 王队 情况有变 什么 马晓虹你怎么知道的 沙雅先和他哥哥 沙雅集之间有暗号 一出事 沙雅集就通知了马晓虹 沙雅集近期也会来田中市 有人来了 我不都说了 别忘了 今晚十点 咱们老地方见 别忘了 今晚十点 咱们老地方见 就在行动的最后关头 薛晓丽突然通知行动取消 并且提出要私下见面 方向明觉得这十分蹊跷 但无论如何 只要见到薛晓丽 才能知道事情的真相 方向明决定只身前往 去一探究竟 马晓虾 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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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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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能怪我 方队长 马晓鹏 你想干什么 不是我想干什么 是他们想干点什么 方队长是吧 沙雅吉 很荣幸啊 方队长竟然认识我 你想怎么样 我呢 是一个生意人 我想跟方队长 做一笔交易 我弟弟呢 在你们警方的手上 正好呢 我们手里 有方队长你的人 倒不如咱们做一个交换 沙雅吉 少废话 人我是不会放的 你要想见你弟弟 最好的办法 就是自首 到监狱里 你可以和你弟弟相见 可来你是敬酒不吃 吃罚酒的 那我只好拿方队长你 来换我弟弟 都别动 叫你人把枪放下 快 把枪放下 就离开架了 别动 再动我就要开枪了 快跑 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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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追 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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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了 别笑 是我 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还没走啊 你让我去哪儿啊 我现在走得无路啊我 你又怎么了 别问那么多了 还是先去你那儿读读 快走啊 哎 鹏哥 我觉得咱们这事啊 太吃亏了 这霍霍没弄到 薛小丽人也跑了 现在还不小心弄死了个警察 这事啊可大了呀 金子没见着 反倒粘了一手屎 我警告你们啊 杀杀杞的事儿 谁都不能再插手 这事儿 老大还不知道吧 不能让他知道 你们都记着 今天的事儿 谁都不能说出去 鹏哥 我觉得啊 这事儿应该 还是跟老大商量商量 哎 我的意思是 这么大的事儿 老大早晚会知道的呀 这个枪 是方向民的 现在当务之急时 找到薛小丽 以我对这小子的了解 他不会去自首 要快